现在已经做的差不多了 就是这个小例子 我想要输出成影片 好 怎么输出呢 输出的话 它在上头这个produce and share 这个选项 你就点箭头往下 然后它这边就有一个第一个 就是输出 好 输出 你就点它 好 那这里头老师会讲说 Canasha我觉得它不太算是一个正式的 影音剪辑软体的原因是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原因 为什么 因为它输出的时候 它的格式 就是以平台这一块先不要看 我们就以多媒体的格式来讲 它的格式资源 目前几乎都是mp4 你有没有看到 所以它的格式资源 不像是影音剪辑工具这么的广泛 一般来讲 如果是影音剪辑的话 它可以输出wmv 有些甚至可以输出mov 有些可以输出avi mp4 就是一般的格式 可是它就只有mp4 因为它把自己定位在数位教材 只是说它自己的 它在下面这个区块 还是可以做一些影音剪辑 但是它其实定位是在mp4 然后这边又这样分哦 好老师画起来给各位看 不一样哦 mp4 only 就是只有影片档 如果有一个叫with smart player 意思指的是说 它有加了控制项在里头 播放时候的控制项 那就是网页格式 好的 我会介绍这个功能是在干嘛用的话 那另外再来讲 那我们输出MP4 我要学哪一个 你们觉得 480 720跟1080P 你们觉得呢 我们今天在教的时候 教你们解析度怎么设 设多少 1920×1080 所以觉得哪个很熟 1080对 好吧 输出这一个 因为等一下我们还要放影像进来 然后呢 上面这一个是直接输出到 不同的网站里头 那就是有软 你的有没有账号 你就可以丢上去 或者是你可以输出完影片之后 再上传也OK 好不好 所以我们先用MP4 only 这一个 up to 1080P 好 那它的解析度大概是这样 就看我当初录的时候的解析度 好 下一步 下一步的话 就是你的档案名称 我刚才的档案名称 就叫第一个作业了 所以就是这个 好 下方的话则是folder 你要把你的作品输出完之后放哪里 后面呢 点点点这个 就是打开 请放桌面 要不然哪找不到 好不好 放桌面 存档 来 然后在下面这边的话是跟你说 当你输出完毕之后 会把你的原始的影片 素材 放到一个subtotal 就是subt folder subt folder就是 纸资料夹里面 不需要 不需要 就是放原地就好 因为我只要输出那个影片档就好 那输出完之后 要不要给你看一些东西 例如说看输出的状态 就是结果 回复的那个报表 不用理他 要不要预览 不用 就都勾掉就好了 好 一般我都是全部勾掉 所以这三个都勾掉 来完成 他就开始输出了 不行OK吗 那因为没有很长 所以虽然我输出的是1080的高解析度 但其实他的速度是快的 好 所以这个先做 输出 第一个作品